就是十六 把整個故事的詛咒 全部聚焦在康熙跟大愛 兩者之間這種與我這樣 宮廷之間這種互互為飲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鬥志的過程 其實是可以反映出人性 也可以把整個劇充滿了這個戰力 那我自己看到這樣的介紹 特別是剛剛唐老師 你現在幫我講解了一段這個 整個康熙還拜訓的過程 我自己是非常受到吸引 那也非常非常的榮幸 這有優秀 所以在明年都在我們看到 話中心上映 那在此就是要拜託 各位聯合記者朋友 幫我們大力的多多宣傳一下 那也預祝這個演出順利 那給我們滿足 謝謝 先前來 我們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 因為好不容易我們國光 有一個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所謂男人戲 就是有我們兩位當家的 老生跟小生演員 出示康熙與敖拜這樣子的角色 這個戲 在台北我們其實在演出前三週 大概整個票房就全部都已經賣完 然後大家就一票難求 開始我們之後跟他們說 你們可以往台中 往台南去做選擇 可是因為這次的演出呢 我們其實也很特別 我們安排剛剛就如部長所說的 我們安排在一月份的第一個檔期 其實明年剛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國光劇團來說 明年是我們20歲的生日了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我們最好的作品 是從南部開始往北邊開始演 所以我們元旦的第一檔演出 就從台中台南來出 所以台南的媒體朋友們 請千萬的幫我們好好好好的把制出 這次應該來說 就是在近幾年近10年來說 台灣金劇都很少有這麼讓我們能夠 看完以後所謂的那種熱血沸騰啊 就是一片驕傲聲 在台北都是這樣子的熱的 今天台灣台南的溫度也相當的溫暖 我們從台北下來的時候 還覺得台北挺冷的 我想台南的觀眾 絕對也會像今天台南的天氣一樣 給國光這樣子一個 熱烈熱烈的這樣子一個擁抱 我們期待各位媒體朋友 幫我們多做介紹 謝謝大家 我們在台北的福順金劇團的原創的編劇 劇本本來的名字叫做康熙出政 康熙出政 整個重心都在康熙皇帝的身上 敘述說康熙皇帝他怎麼樣去收服奧拜的過程 所以奧拜本來的戲份相對的弱很多 相對的弱很多 那我們國光劇團選擇這一齣戲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齣戲今天 特別跟各位媒體朋友講到 幕後有兩位非常重要的人士 兩位都是國家文藝獎得主 一個就是我們劇團的藝術總監王安琪老師 另外一個就是這齣戲導演李小平導演 兩位都是國家文藝獎得主 安琪老師跟小平導演對這齣戲的看法 就是老師選了這齣戲之後 小平導演特別的對敖拜的這個角色 這個英雄的這個形象 非常的有感覺 特別的強調說 本來是偏重在康熙身上的心 也要做成說兩雄相爭 兩個人五五波 就像政治局面上面的兩個人 兩大勢力五五波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所以特別大幅的加強了奧拜的戲份 我們看到那個 所以我覺得我在中心 非常非常的幸福 上面是創作的這個上游是 安琪老師跟小平哥兩位國家文藝獎得主 下游是這兩位頭牌生長 宇航哥跟龐光華老師 都有贊重 就是非常非常幸福 非常受益 這兩位男主角一個是康熙 那宇航哥他本來是大家可以知道 他本來是昆曲小生 專門談戀愛的這種 柳夢梅的昆曲小生 他演出一個輕功戲這樣子的皇帝的一個角色 對他的戲路來講也是相當大的挑戰 我覺得這也是安琪老師特別會挑戲 而且會對主角揚身設計 而且還請主角去做一些特別的琢磨的這個部分 那唐哥也是 唐光華老師 大家知道他舞台上的形象通常是正氣靈蘭的那種 很關正形象的老生 那他要詮釋敖拜這樣子 有一點亦正亦邪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他特別在老生的這個表演風格裡面 還融入一些京劇花蓮的特色 他能融合老生跟花蓮的表演 所以這齣戲呢 不只是氣勢磅礡 兩位男主角都有做相當大的一個 自己表演上面的一個琢磨表演上面的突破 那大家看到這個海報這個主事區 有點開玩笑有點像八點檔 我們把畫面做得很滿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設計師也很聰明 他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這齣戲要傳達的一個特色 就是為什麼 就是兩方勢力非常非常膨脹 膨脹到最後一山絕對是一山不容二苦 而且背後是 這個珠乾色深紅色這樣子 是一種血的顏色 一種莊嚴的顏色 是一種全力鬥爭之後的顏色 所以大概是這個 所以這個主視覺其實也就很清楚的 傳達出這齣戲的氛圍 那我想在改編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兩雄相爭 另外背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角色 就是太皇太后 就是我們在台南演出的時候 這場演出是火防劇團的 黃耀星老師演出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他是康熙的祖母 因為康熙在八歲的時候 正史上的記載 他八歲的時候 他父親母親都已經過世了 所以康熙極遠 可是有點寂寞 因為沒有爸爸媽媽來照顧他 那祖母太皇太后 就扮演了這個重要的觀念角色 在養雄相爭的角力過程之間 他要教康熙怎麼樣來成長 怎麼樣來面對這些政治局面的 而與我葬 那康熙不愧是一世英主 千古一帝 所以他非常聰明學得很快 很容易的 本來從一個少年小孩子的一個狀態 很快的到十三四歲的時候 十五六歲 很快的就學會了這些男人的男人心機 男人的角力 出其不意的 把老闆拿下來 除了這三個重要的角色之外 那我想講到康熙極遠的老闆的故事 可能大家應該也會 對一個題材很有興趣 就是說 武俠大師金庸底下的陸頂記 陸頂記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就是小櫃子 這個腳踏件小櫃子 我記得 我很清楚說 這是屬於大家的所有民眾的共同記憶 所以我也把小櫃子這個角色 本來原來的劇本 湯西出正這個原來劇本裡面沒有 我特別放進來這個小櫃子的這個角色 在一個政治的一些角力場面裡面 讓一個頭角 一個小櫃子在中間穿梭來穿梭去 然後讓整個劇情變得相當的輕鬆 所以對劇情有一些相當的條件作用 那之後也在台北的演出 也相當獲得大家的好評 大約是這樣子 我介紹到先到這邊為止 那接下來我們請朱家文老師 我作為國光的戲迷 追著這個國光的戲跑了好多年 特別熱愛的就是 國光每一次每一年的新戲的推出 都有非常漂亮的亮點 今年這一齣大戲 康熙與敖拜 之所以很好看的地方 是因為這兩大男主角之間的戲劇張力極強 大家只要想一想 康熙是一個十四歲的少年 就相當於我們現在國中生 在國二生 敖拜敖中堂呢 是三朝的老臣 那三朝老臣大概是這個皇帝爺爺輩的人物 要用一個小小的國中生去扳倒那個爺爺級的人物 這個對照性的那個張力戲劇就出現了 但是我們要再更進一步談一下 誰是敖拜 我們在這個戲裡戲外 都跟唐老師有很多的交流的機會 討論了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他非常的特殊 他在現實生活就是在歷史上 還原他原來的這個真相上頭 他這個人物呢 第一個他就是當時呢 黃太極呢跟努爾哈赤呢 都認定他是滿洲第一勇士 他有兩大工業 第一次呢 是因為在打明朝的軍隊的時候 有一個島呢叫皮島 久攻不下 是他第一個站上皮島的 而且當時努爾哈赤呢 這父輩受敵 那麼敖拜呢 就用他自己的肉身呢 去保護努爾哈赤 所以他身上有很多的傷 其實都是保護黃太極和努爾哈 是所受的這個重傷 另外他還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 因為這個皮島正面攻不下來 明朝軍隊也是很厲害的 正面攻不下來之後呢 他就騙 用騙術就哄騙的辦法呢 把這個軍隊陣仗擺在前頭 但是他從後面突襲 明朝軍隊也很聰明 說你從後面突襲 我們馬上轉向 但他這個時候被發現了以後 他仍然硬著頭皮往前衝 所以他那個蕭勇善戰的精神啊 勇往直前的這樣的一種謀略呢 深深的感動了當時 滿洲以及所有的這些八旗的子弟 奮勇向前 所以他是這個開國的一個大功臣 接下來啊 因為他打下了皮島之後 就封為三梗宮 第二次呢 打了一場勝仗的是 從東北一路殺到四川 要斬殺這個張獻忠 鎮上 就在鎮前呢 斬首 所以呢 當時呢 就被封為二等功 那我們想 他這個在戰場上 這麼蕭勇善戰的一個人 叫做敖拜 那他後來又有什麼樣的工業呢 他後來呢 更了不起的是啊 因為呢 努爾哈是跟皇太極相繼的過世了 這個整個清朝啊 剛剛入主中原啊 權力中心非常的弱 因為就是孝莊帶著兒子 這個孝莊皇后的兒子就順志 很小也是才八歲 為了要集中啊 這個滿人在當時啊 清初的時候 剛剛入主中原 他們因為人數非常的少 所以很團結 因此呢 為了要 為了要保護 或者是說要集中 這個領導的那個核心啊 當時還有人呢 想要穿會就多而滾 他看著皇帝 甚至皇帝這麼小 所以敖拜就站出來以後呢 關閉封閉了整個北京城九門 就是所謂九門提督的九門 把整個北京城九門封閉以後 帶刀上一遍 然後呢 揭發了多爾滾想要篡位的這樣一個 就是當庭就揭發了他 所以多爾滾非常的痛恨 幾度要殺他 都讓熬拜呢 這個躲過了 也是一頭九命怪貓 那麼熬拜呢 後來啊 就扶了順志呢 上台 對順志呢 非常的忠心耿耿 到了順志十七年的時候 順志有一個妃子 叫董厄妃 突然病逝 他非常喜愛這個妃子 他年紀大他五歲 像姐姐一樣 永遠愁眉不展 像林黛玉一樣 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麼 就特別心儀這個女子啊 那她病逝了以後 她就不想當皇帝 她要出家 任何人去挽留她 都挽留不回來 那麼正常的情況下呢 只好就對外宣稱皇帝駕鋒 這個時候再扶一個小皇帝上來 仍然是敖拜扶上來的 就是懸孽 就康熙皇帝懸孽 那時候登輯八歲 所以這個 這個滿洲第一勇士 而且是國家的二等功呢 他連續扶植兩個皇帝上台 那麼這個皇帝 他等到八歲到十四歲的時候啊 他開始想要搬倒這個熬中堂的時候 那個心意張力就非常強 所以我們可以說 一個小孩子要搬倒這樣的中堂大人 其實是非常困難 也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真的搬倒了 也沒有那麼值得驕傲的事情 這確實是一個 就是人性上的一個考驗 那剛剛建華老師也提到 這個問題就在於啊 皇權跟權臣之間的這個勢力啊 慢慢逐漸的兩項擴大 像吹氣球一樣的 我八歲長到十四歲的時候 我皇權也在擴充 那這邊府政大臣的權力 是一直都是非常的大 這個就牽涉到我們在戲裡頭 要看到的一個清朝初期的權力政策 因為滿人很少 漢人很多 滿人呢 進入到這個中原大地的時候 就開始進行圈地的政策 我們都知道滿洲 滿洲有所謂的八旗子弟 八旗呢 那麼敖拜呢 它是屬於香黃旗 就這一面旗的旗 這一面旗主它領的一個大旗 這個旗子啊 周圍是黃色就叫香黃旗 如果整面的就叫做整黃旗 那麼蘇克撒哈呢 它是兩白旗的旗主 敖拜是兩黃旗的旗主 我們要特別注意一個細節 多爾魂是白旗 這個黃旗和白旗之間啊 長期以來啊 處在這種明爭暗鬥 或者是私底下這樣的一個 互相的這個功法 這樣的一個鬥爭的情況底下 因此呢 敖拜的權力 他在擴大的過程當中啊 他就用換地跟重新圈地 這樣的一種說法呢 要去鬥爭蘇克撒哈 最後的結果 蘇克撒哈也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人物 在歷史上 但是呢 最後的結果呢 是敖拜對蘇克撒哈滿門超展的 那借誰的手呢 借康熙的手 康熙在十四歲那一年 就頒了這個聖旗說 蘇克撒哈滿門超展 蘇克撒哈的女兒嫁給敖拜 所以是兒女親家 這個對親家公這樣子出手下手這麼重 所以這個也是敖拜非常恐怖的地方 也非常厲害的地方 這個十四歲的康熙 下旨要殺蘇克撒哈全家的時候 他已經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敖拜不可不除 我們現在就要看康熙這個角色了 他十四歲 他從八歲執政哈 這個登基到十四歲想要清政的時候 這確實是一條非常困難的路 他要先壓抑自己 然後呢 他看到圈地的時候 很多老百姓因為要換旗帝 所以呢 動輒數萬人到十萬人啊 流離失所 因為我是屬白旗的老百姓 現在被迫搬家 我又沒地方去 所以我們在戲台上 一開始就以這一幕打開序幕 就看到很多老百姓在舞台上 顛沛流離 被那個滿清的這些牙役啊 驅趕啊 然後很多的這個父老呢 就病死在路上啊 以這幕戲打開 我們現在就大概比較清楚知道 為什麼這個戲一開始的時候 是這樣一個兵荒馬亂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現在看啊 康熙皇帝呢 十四歲的時候發現啊 敖拜是這樣的一個狠角色的時候 他大概啊 就已經約略的 在心裡面呢 有開始佈局 那我們要知道 這樣一個青少年 像國中生的青少年 城府非常深 而且是一個很沉穩的 是一個應該算是天生的 可以當皇帝的奇才 因為他很安賴自己 然後開始玩這個摔角 訓練的宮廷裡頭 跟他年紀差不多的 悟酷少年啊 開始玩摔角的遊戲 表面上看起來小孩子遊戲 實際上呢 他在訓練這些勇士呢 將來有一天要生情 敖拜 他從來也沒有想過要殺敖拜 因為敖拜並不是奸臣 敖拜就是一個拳子 人跟人之間在皇宮裡頭 那個拳子擴充好像兩個氣球一樣 互相擠壓 但是皇權呢 是不可侵犯的 終究呢 還是離不過 有皇權的勢力 那麼背後呢 有許多的學者都在分析 這是不是孝莊太皇太后受益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 我們看這個 這個布庫少年 這樣的一種遊戲的方式 還有就是還 戲裡面還有一個細節 大家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敖拜呢 撐病不吵的時候 假裝生病 就是故意不上吵 拽得不得了的時候呢 這時候康熙皇帝約略耳聞 他的幕僚 敖拜的幕僚裡頭 有人勸他取而代之了 有人勸他起來 篡位了 那敖拜呢 成名很久 並沒有答應 但這個風聲傳到小皇帝的耳中的時候 小皇帝竟然親自帶著侍衛 就到了敖拜的家裡去 這個膽子非常大 那去了要做什麼呢 跟他講幾句話 把他按住 這樣 但是沒想到 袖子裡面那把匕首掉出來 那個是一個非常 居地萬鈞的歷史場景 那個時候如果 他這個袖子裡面 有一把匕首掉出來 旁邊的是會一勇而上說 他要行刺謀反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敖拜其實跳到黃河洗不清 無論他會把匕首為什麼會在那裡 跳到黃河洗不清 只有靠康熙的智慧解決這個問題 康熙皇帝馬上就說了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嗎 滿洲勇士刀不離身啊 然後哈哈大笑就釋懷了 如果當時他也很緊張 他也認為敖拜要失君 那敖拜真的有可能 在歷史上的那一刻把他解決掉了 因為他滿洲第一勇士 他周圍那幾個侍衛 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 殺了這個皇帝也許是臨時起義 但是會坐舌這件事情 仍然是康熙皇帝 在14歲到15歲這個年紀 非常年輕的時候 有這樣的智慧 哈哈一笑 然後把這個事情吃完 他仍然摸摸頭 然後呢把他按捺住了以後說 你明天上朝我會封你更大的官 把他掉進了這個宮廷以後呢 用布布上門這樣的 比羅漢的方式制服了他 所以我們看這一齣戲 從這個不苦少年的摔角的行動 一直到這個康熙皇帝這麼年輕 這個呼入虎穴淹得虎子 踏入虎穴去暗邁 或者是說壓住這個熬鐘堂 這樣的一種氣勢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不平凡的少年 即使他背後有 孝莊太皇太后的支持 也不過就是一個大的輪廓的 就是對他進行了一些守肯 你可以去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是孝莊親自出馬的話 孝莊是對付過多爾魂的人 大概手法並不一樣 他現在是布布上面去壓制這個熬拜啊 然後呢康熙皇帝呢 親自到熬拜府中啊去看他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康熙自己 表面上看起來都是康熙自己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齣戲裡頭看得出來 這兩大男主角這個勢力之間呢 勢均力敵不斷地在鬥志的過程當中 這齣戲他本身就好看 另外建華呢 我們帶出那個小櫃子的角色 討喜得不得了 他所有的身段 所有的身段的表現呢 就是在這個兩大男主角 那個兩大勢力當中 好像一條小魷魚一樣的 非常的靈活擺動 很好看的一齣戲 那麼今天這樣為大家介紹 希望大家呢 能夠為我們國光的戲呢 多多的加持跟加分 那我們就先談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我們來為大家來做場見 其實呢 我是一個困曲出身的這樣一個演員 在困曲當中很少有輕功器 那麼只有在京劇這樣的一個劇種當中呢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發揮 所以呢 安琪老師呢 特意的讓我來演這個康熙呢 對我來說呢 實際上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尤其是這個皇帝呢 不同於我以往所表現的 比如說唐明皇啊 承真皇帝啊 這樣的皇帝 他是一個十四歲的小皇帝 而且呢 是一個可以在這個歷史的舞台上 有六十年的這樣的一個執政的 創造康乾盛世的這樣的一位皇帝 所以說呢 我覺得呢 在塑造這個人物的形象上呢 我覺得應該有所琢磨 尤其呢 要這個 把他十四歲的一個年齡感 把他表現出來 同時呢 又要讓這個十四歲的這個小朋友 有一個一代英主的這樣的一個形象 所以說呢 我在整個的戲當中呢 把這個人物啊 在前半部分 把他主要是來表現他 這個一個意氣風發的一個 年輕英主的這樣的一個形象 那麼他信心滿滿 穿著一個全新的朝服 非常非常的稚氣蓬勃的 準備要去親自來理政了 所以說呢 他這個時候呢 這個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英勁 但是呢 在這個 第一次和這個 老臣的交手當中呢 他就敗北了 他就這個 怎麼說呢 受到了 受到了這樣的一個一個 擋壓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他非常非常的生氣 但是呢 又 又不能為力 所以說呢 才引 引發到後面 效忠 皇太后呢 對他的君君教導 才使得他呢 在這個 政治的智慧上 有了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飛躍 那麼呢 下面呢 我為大家帶來一段演唱 就是 康熙第一次 這個 剛才第一次這個 親自 上電理政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橋段 也是康熙在這齣戲當中的 第一次亮相 那麼 我們 好 好 稍等一下 那麼我先把我把畫筒放起來 好吧 我可以 好 好 大師 可ryn 還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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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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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光劇團主要的重鎮之一 我們只要有大戲 只要年度好戲 一定到台南來跟我們的鄉親們見面 所以這次剛剛前面所有的 我們科長也好 部長也好 周老師也好 女孩也好 都說得非常地多 那我也不多說了 就是說這齣戲是非常非常值得 各位大力地宣傳 而且台南的鄉親 勢必要進劇場來欣賞一下 非常非常這個怎麼樣 內容非常的豐富 而且氣勢磅礡 甚至於你看剛剛說的八點了 甚至於都比電影都有過之而無極 所以呢 這裡面非常非常多的橋段的安排 那麼在短短的三個小時以內 在2點40分加上20分鐘的休息 那麼就要呈現給台南的鄉親們 那麼廠廠精彩 廠廠都沒有冷場 那麼高潮蝶琴 那麼剛剛說了很多 那我只說一點點 剛剛說 周老師說的那個康熙是 最後使這個不呼吸的少年 用這個堆疊式的琴敖拜 那個是電影上可以用那個手法 那舞台上是不可以用的 因為如果這樣子一堆疊羅漢的話 敖拜的一世英明就可以 在舞台上就搬 而且舞台高 觀眾座位低 根本就看不見的效果 所以我們用其他的手段來處理 甚至於你可以看到電影的手法 孟太奇的手法 然後他所有的配樂 然後那種靜態的狀態 然後鼓聲我們有低音 鼓高有很多變的鼓 然後音樂配合打擊樂配合 那種肅殺之氣 那個才呈現出那裡面的緊張氛圍 然後也有怎麼樣 也有這種陰藻公的這種 看到自己的心腹大將 胡爾哈被康熙收憋了以後 而且把敖拜騙進了楊心殿 最後看見了他 在廝殺之中 看見了自己心腹大將 就一定要把他給個蛋撒 但是呢 這輕輕的一個動作 可是那個胡爾哈就有一個翻滑的動作 而好像那個脖子被扭斷的感覺 那既然敖拜稱為滿洲第一大勇士 所以呢 一定要顯示出他的勇士的感覺 第一大勇士 所以在舞臺上怎麼樣 也要把人扛起來 在舞臺上那個 因為對打的時候 那任何東西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 都是武器 甚至於人的肢體也是武器 那麼就是說 他是力大無比 然後當他唱最後的勇士歌的時候 才能呈現出 他這個朱老師剛所說的 他雖然是看見自己大勢已去 但是他還是很悲壯的 呈現出自己是蒙古第一大勇士 我並沒有要篡位 沒有要多權 但是是時間 在那種政治紛爭之下所造成的 那麼 敖拜所唱出來的這種蒼涼的勇士之歌 是能夠吹人心甘的 那個 說各位那種勇士的那種陌路的感覺 完全會呈現 當各位可以聽到在劇場的時候 可以看到那個報酷少年唱那個前段勇士歌的時候 是非常輕鬆而愉快的 那種陌路的唱段結合了老生的唱法 然後呢 用不同的聲腔來詮釋 那麼才會顯示出 敖拜他個人的一個獨特的風格 那我們現在帶來一段 那在今天上面唱的一段唱段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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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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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同城 非存在 满江四溢 金牌牌 又倒是胡老雄心在 甘待又去 我去 我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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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是在 他 在金殿上是如何受到挫败的 这么一小段片段 他们两个人的对白 苏克萨哈 这可是你自取其惑 皇上 苏克萨哈 身为辅政大臣 却造谣绅士 煽动皇上更改组织 暗律犯有欺俗大罪 你当处死 你 你 你 苏克萨哈 同受故命 同朝礼政 政见不同 自可争辩 老百公 你 你 你为何要将他置于死地呢 苏克萨哈誓死黄奏 三路皇上更改组织 你当处死 何意不当 不正所请 何意正当 你应处死 此事 改日三议 退朝 慢 你 你 你 而不绝 皇上 不能 退 朝 正 正 皇上 尚未 清正 今日 若是 一而不绝 豪拜 可 得皇上 下 指 拉 皇上 在永平府闹市的熊子剑 据说被皇上收留在空内了 是啊 正正在物色几个不哭戏少年 那熊子剑虽是汉人 却精于翻滚铺爹 对他们满人的不哭戏 可是增色不少啊 不哭戏 是 是啊 朕 让他充当幕府队教训 赶明儿个面好了 再请老拜公欣赏 可是他在永平府积伤的湘皇席参将胡尔哈 其罪不小啊 斗欧伤 又不是什么杀人偿命的大事 看在朝廷士度熊子吕先生的份上 老拜公 你就饶了他吧 皇上要由熊子剑在宫中做耍老臣 怎敢相强 不过老臣也推荐一人 谁 胡尔哈 胡 他力打过人 善于脚铺 正可留在宫中伺候皇上 好 好啊 真的不忽去少年大多销售 正缺少一名彪悍之将 老拜公 都皇上 要多谢你的美意呀 如此老臣明日就命胡尔哈进攻 万族第一勇士豪拜 能不能踏出这 我 要 要 心 爹 这 一 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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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藏藏 叶芒齐 草若藏芒 仰望树荫 染痴傲乡 乱看军马 赤车杀 天地成果 汽车昂常 草若耳熄 荒岸四方 黑黑黑黑虫 黑黑黑虫 黑黑虫 interactive 黑黑虫 鬼混菩 月 simultaneously 一些球 pessoa 倒被你给唱全了